欢迎收看《欢迎全世界》 带您走进全世界 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平安 我是何荣 两岸大使国际焦点深度剖析 打开视野 透过YouTube收看朋友 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开启小铃铛 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 打卡收看 马上来欢迎今天台湾的来宾 首先是钱大使 资深外交官 金文基大使 何荣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另外国安战略专家 崇文贾教授 大家好 还有林传媒董事长 施维权施董 大家好 好 今天首先带您来关注 就是俄乌的最新战事发展 从乌军8月6号发动了跨境攻击 就一攻就攻到了俄罗斯的境内 那么在库斯克这边的俄乌交战 已经将近要一个月的时间了 这也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俄罗斯境内首度的遭到入侵 然后在乌东的顿内茨克战情 现在也是扑索迷离 而现在在乌东这边 重要的战略据点 也就是红军城 传出有可能会失守 但最近乌军的指挥官 这个塞尔斯基 他最近在接受CNN的访问时 他再次强调说 乌军全力拖住俄军攻势的战略 正在奏效 就在这个时候 画面上提供给您看 俄罗斯总统普丁在5号 抛出了一个震撼弹 他表示说已经准备和基辅和谈 我们看这个普丁呢 他提出的条件包括两点 第一个就是必须根据先前在伊斯坦堡 同意并且实际草迁 原文是initial 草迁过的协议 在这个基础上再谈和谈 第二点就是中国大陆跟巴西 还有印度 在俄方的眼中 看起来都是诚实的调解人 可以参加未来有关 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和平谈判 而且还能够发挥作用 我们对照普丁最近啊 还有包括像过去他曾经表示 他曾经谈过和谈 不过呢他说只有当乌克兰宣布 永久放弃加入北约 以及割让被俄军部分占领的 乌克兰四个州的领土 那么俄乌才有可能会讨论停战 但这次的说法似乎又有一些不同 大使如何解读这次普丁啊 他丢出一个愿意和谈这番话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这个普丁认为啊 目前是一个好的时机 参应到了 丢出这一个和谈的讯息 因为知道这个背景是 泽伦斯基好像他的内阁 现在要进行大的换血 对 这换血为什么 就是三分之一的部长突然都下来 包括表现不错的 库巴列夫也是他的外长 那个从开战之前就是外长 在这个时候换将 这个一般来讲的话 都是应该是内部路线有正大争议 而且这个外面的战争打得正急着 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普丁抓到一个时机 抓到一个时机 这样丢出一个和谈的这一个 这个建议 事实上我认为 普丁可能是希望要加深 乌克兰现在内部的 有关核战之间两派人马之间的斗争 而且下重压力 下重压力 所以我觉得这个战争 就是说战争还有和平之间 很多尔虞我诈的 提和谈不是真的要和谈 提和谈可能就是战争的另外一步攻击的手段 所以现在丢这个球出来 您觉得乌克兰怎么接 我觉得乌克兰的话 现在就变成内部可能会比较乱 那主战的话就要用比较强的压力 来压制组合的这一派的声音 任何一场战争 没有百分之百主战的 就是说参与战争 你看我们这个抗战八年 组合的声音没有断 对不对 直到老蒋下过一次命令说 以后谁再讲和谈 就是格杀勿论 这个论调查慢慢才停下来 那之前你看国民党内部 那个叫汪精卫的 就直接去和了 所以没有那么简单的 万真没有那么简单 不是那么单纯的 一定有两股力量 这个我觉得是一种必然的规律 所以这种提出和谈 这个要求在这个关键时期 我认为应该是怎么样 应该是另外一个攻击的武器 去分化乌克兰的内部 然后再加上 为什么乌克兰现在内部 会有这些 我认为和谈派的力量 可能又重新找到一个 找到一种资助 就是拜美国的选举 如果川普获胜的话 那川普也要组合 那你到时候 你乌克兰还有什么选择 实际正好 11月5号是美国总统大选 那泽伦斯基之前不是抛出 他在7月份的时候 抛出说11月 也许第二次的这个和谈 那您觉得有机会吗 我觉得如果说是川普上来 川普已经讲了 川普前两天在这个Arizona 这个群众大会来讲 他说 他说这现在目前这几场战争 都很有可能把我们 领到第三次 尤其是俄务战争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场战争停止 所以呢 他说我会以总统当选人的身份 就推动俄乌停战 总统当选人 也就是说11月5号 他当选的话 他不要等到1月20号 他正式上任 11月5号他就开始推动 马上办 那你想想看 今天如果乌克兰自己觉得 这场战争我可以靠我自己的 小米加步枪 或我自己的自家兵工厂 然后就可以跟俄罗斯打的话 那你可以不必管 美国的态度 可是你今天 你随时战况111出现 就要希望美国拿武器 希望欧盟拿武器 你现在整个的军队挤养 军队的装备 基本上应该都 是不是百分之百了 都靠这个西方 靠美国为首的西方 在支柱的话 那你这样战争的话 只要你的美国出现问题的话 你这样战争就一天都打不下去 所以大使点到一个重点 关键就在于美国的态度 现在美国11月5号 这场总统大选 其实也很担心 是俄乌的局势出现了 戏剧性的变化跟发展 所以也看到了 乌克兰最近人事出现了大的动荡 这个内阁大幅的更动 包括刚刚提到的 乌克兰的外长 他请辞获准 而他之前 也已经有两名副总理请辞 另外像是战略产业部长 还有司法部长 以及环境部长 总共五人 至少目前已经有六位 这个内阁官员 就是部长辞职 而路透社也报道说 乌克兰政府现在正在进行 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最大规模的改组 但是原因是什么呢 泽伦斯基只强调 需要新的能量 而且他也要求国会同意他所提名的职业外交官西比哈 就在画面当中 我们看到 上面是库列巴 下面这位就是西比哈 他是一位职业外交官 而且他之前就在外交部担任的是第一副部长 所以希望能够来继任库列巴的职务 好 那么内阁大幅改组的背后的战略动机 我们怎么研判呢 文教老师 当然他会大幅的改组 其实在战史尤其要凸显的就是一个两个 就八个字的真言 就是军纪如铁军令如山 因为你想一个战争实况 这个我想 泽伦斯基他要的就是掌握 他说不管是军令或是军纪 他是特别要重视 因为你看一个战争 因为政府长期面临的像长期的战争的压力 或者是民心的疲劳 还有这个行政效率的低落 因为战争嘛 人的事情都不那么正常 那因此此时此刻呢 他要把这个所谓的不私人的犯下来 凸显 第一个他对这个人事的一个重视 第二个呢 他也在强调他自己的一个行政破例 为什么破例呢 他只能宁愿自己干垮也不要被拖垮 你看这个出这么多问题 尤其讲到这个国防部长 这个雷斯尼克夫 其实他就是因为这个下属 因为有一些贪污问题 导致呢 他必须要负这个行政的连带责任 那凸显说怎么样 就是说贪污问题呢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挑战 因为如果说你贪污的话 当然第一个削弱军队的战力嘛 比如他拿出一些不好的东西 那当然对最后战战力是有大影响 此外也得到外部的一个不信任 你看他战争的过程中 不管是美国北约提供这么多军需军援 那你如果你把内部要搞掉了 把它贪污掉了 那当然这个都会让美国 或是北约这国家认为 我投那么多钱给你 结果你把它贪污掉了 对美国跟西方国家也很难交代 对很难交代 那当然啦 其实也可能就是 他选出更 虽然这些他应该是都他信任的人 但是他可能要更具备 不然他操守 或是更具备有战略眼光的人 才能跟他配合 不然我看他一个人是取高和寡 那您觉得这一次的内阁大幅改组 背后有没有美国的影响 那当然是有啊 因为我想说这场战争能够撑得下来 那显得意见就是美国的支持 当然还有北约的一个支持嘛 好 这个部分我继续请教大使一点 就是说因为看到这个西比哈 其实他是专业外交官 他之前担任过副外长 那大家对于他比较陌生 那所以打这张牌应该算是最安全的 是这样子的考量吗 对那当然了 这个人事的更换不能随便换的 你要有这个强烈的背景 因为政务官基本上 这个部长他不只是他本身有业务要办 他还是一个部会的这个领导 对 你要带领整个部会打团队的 不是说你只看到一个部长天天在外面谈判 他后面没有一个团队 他这个仗没办法打的 所以人不能乱用 不是说你一个人不错 你这个要丢到哪里 里面没有人脉 不了解内部运作 不叫组织文化 没有足够的这些精力资力 让你下面要带的人 对你产生信心或者一点敬意的话 那他是做不了事的 理解 所以其实就是讲说的安全牌 我们看到有一些分析也是说 其实不管这个外长是怪谁 最后决定的还是泽伦斯基 最近普丁 你就觉得说他在说反话是吗 普丁最近他说 俄罗斯希望贺锦丽赢得大选 不仅是因为贺锦丽是俄方最欣赏的 美国总统拜登指定接班人 而且也因为他的笑声太有感染力了 听到这边大家都笑得出来 太好笑了 英国天空新闻也批评说 普丁的言论可能就是为了要破坏贺锦丽的选情 这个大家用膝盖想也知道 普丁应该在说反话 所以白宫方面立刻就由John Kirby回应说 如果普丁先生能够停止讨论我们的选举 并且停止干预 我们会非常感激 问题来了 志总 您觉得普丁的言论能够影响美选的结果吗 从普丁上海以来 事实上在美国历次大选 他都会对美国的总统候选人 有一些表态 会有一些发言 我们来看看几个例子 2004年的时候 普丁他公开的indorse 他是公开的推崇GW Bush 他说如果Bush输了 全球没有人可以阻止恐怖主义的蔓延跟兴起 那时候的背景就是伊拉克战争 就是美英非法的入侵伊拉克 有这样的一个背景 2008年的时候 普丁那边倾向引欧巴马赢 因为他们觉得比起McCain 就是欧巴马的对手来讲 如果欧巴马赢的话 或者美苏关系 可以有一个一盘全新的一个开始 2012年的时候 普丁公开的推崇欧巴马 2015年的时候 那时候川普的声势已经开始崛起了 普丁公开的称赞 川普说他是一个非常的 outstanding and talented 非常睿智 而且是非常卓越的人 然后2016的时候 不只是介入大选 也介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 那个所谓的email的骇客事件 这样子 那引起了希拉蕊的对手的 那个桑德斯很不高兴 2019年 普丁公开的宣称说 俄罗斯将会切入美国的大选 你从他的一个记录来看 普丁他毫不保留的保留他 表达了他的一个偏好 而且企图了搅局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确立的 那重点是说 如果你是川普 或者是你是民主党 你该如何回应 那我觉得唯一的途径 就只有淡化 那川普 刚才主持人已经提到说 白宫的John Kirby 已经回应了嘛 那事实上川普在隔天 也有已经讲 也讲了说 我不知道这样子是在羞辱我呢 或者他是在帮我 事实上也是在淡化 不管普丁真的一个意思如何 是在淡化 事实上普丁这样的一个发言 我们也要看他的一个脉络 刚好在普丁发言的前一天 美国司法部公开指控 俄国媒体影响美国的选举 甚至点名两名记者 就是他们的一个不实报导 这个就是在俄罗斯的一个不实报导 如果美国媒体把它当作真的话 在美国媒体的影响效益 当然会引起美国的一个选情嘛 这是美国用官方司法部公开来指控 那隔天普丁就顺了这样的一个事 开了这个贺锦丽这样的一个玩笑 所以我觉得搅局是一定的 搅局背后有企图 这个也是一定的 对